结婚生小孩 那是世间法 没办法 随顺姻缘 那最主要找到自己 找到空性快乐 这个清静的快乐 慈悲的快乐 所以佛成佛了 就像梁武帝 以他皇帝的立场 做了很多功德 盖寺庙供养出家人 梁武帝还会讲经说法 但是他没有正的空性 执着这个功德 所以达摩祖师说 没有功德 梁武帝生气 怎么会我做这么大的功德 说没功德 为什么 所以各位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是 怕怕烦恼 怕得癌症 怕变化 代表你内心里面没有空性 就是你还有执着 没有智慧 那就好可惜 所以这一点请你记住 今天来拜佛 拜了老半天 希望我老公对我好一点 那万一老公不在了 那你不发疯 那就代表你没有正的佛教 讲了自由自在 真如本性 一个找到佛性的人 你给他几千亿的美金 他都不要 他只会拿这个钱 赶快去做善事 一天就把它做完 因为自信才是如意宝 那自信我们讲的就是菩提心 一个无我空性的菩提心 才叫自信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就是希望 我们中国人 华人很喜欢拜佛 特别大乘佛教 连梁武帝这么伟大的 连神光禅师 讲经说法都不可思议的 但是呢 像神光禅师在讲经说法 梁武帝 那个达摩祖师在后面听 神光禅师就很骄傲 你看 我讲经说法讲到 印度人都来听了 听不懂也坐在那边听 这样 然后等神光禅师讲完佛法了 讲完佛法以后 达摩祖师就来了 达摩祖师就问 神光禅师说 你在讲什么 我讲经说法了 讲什么 你讲经说法 你自己得到什么吗 你有解脱吗 你根本没有抓到 佛陀的精髓 我听说 有一个故事说 神光禅师气得要你把 那个铁的链珠 打了达摩祖师的脸 把他门牙都给打断了 达摩祖师都没有吐在地上 为什么 吐在地上 神光要下地狱的 圣人的牙齿 被你打到地上 所以他叫吞门牙 就这个故事来了 达摩祖师就走了 走了以后 神光还很骄傲 你看看 没话讲了吧 走了 但是过了几天 神光自己生病一场 才知道自己怕死这么痛 讲了老半天 讲空性 叫人家放下 他一生病 他就呱呱叫 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就赶快探听达摩祖师就跑到少林寺面壁了 面壁九年 结果神光就跪在后面了 跪在后面 跪九年 你看看 跪到断壁求法 为了表达他的决心 有很多讲法 他用自己的刀子把斩断 因为达摩祖师说 除非地上的白雪变红色的 不然呢 你要得到法 很难 所以他就断壁求法 达摩祖师来传法给他 叫恶祖 给他改名字叫慧可 他本来叫神光 所以初祖达摩祖师 二祖慧可 到六祖慧能大法师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说 各位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福报功德 但是如果你会怕死 生死不自在 怕没钱 你还会轮回 那这辈子就白来了 白修行 我们修行最高的目标 希望按照新经 一波罗 波罗密多故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没痛苦了 一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不然煩路惊 煩路顺 煩路得死 心无挂爱 一波罗波罗密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所以你要有这个空性 而追求成佛 这才是最圆满的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所以 那这个才是达默祖师 要我们 指指人心 不立文字 你时时刻刻可以的观察自己 所以最后一个刚刚讲了 称法行 在念是 以不失度千贪 以辞戒度悔犯 以忍辱度称慧 以精进度懈怠 以禅定度散乱 最重要 以波罗度鱼吃 这最重要 如果你有鱼吃执着 我 我的 明明是花 明明是什么 你有这个相分别 那你就会执着 没有空性 所以各位呢 波罗不是读书叫波罗 波罗是一种 一种真实冷静的分析观察 像各位喜欢拜佛 很多人很怕鬼 鬼跟佛 都是空性的 哪有鬼 只有佛 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如果你 你不会分的话 我们超度鬼 是因为慈悲 鬼也可以成佛 今天搞不好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好 那边不讲话了 这个重点 我是提醒你们 做义工很好 很好 会有福报 对对对 我不是生气 我怕你遭夜 因为我们到佛堂来 就是要修行的 不是要来做老大的 不是要来聊天的 就像很多人来找我出家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 如果你没有 解脱生死的决心 不要来出家 你没有真实 要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也不要来出家 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教 你来出家 只是为了个人的福报 不用做事 可以打坐 可以休息 那你来出家 没意义 因为大乘佛教 是要利益众生 不怕苦 不怕难 去利益众生 唯有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离苦了 就像我们拜地藏王菩萨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还要下地狱的 那这样你才叫 大乘佛教 那不然的话 修行没有做到重点 但是你要发菩提心 那达摩祖师说 第一个 你要有惭愧心 抱怨心 第二个 你要深信因果 随缘心 第三个 无所求行 你要有空性 不执着 第四个 你要自立立他 真实的去 对待众生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不忍 每一件事情 都要符合 波罗命 像各位今天来 你要想说 我是为了利益众生 乃不失 我来 我守规矩 持戒 我来这边 一下热 一下冷 一下断电 一下出彩虹 你要忍入 而且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保持精进的修行 要精进 来的过程里面 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要专心 而且来了 要符合空性 那你来就符合六波罗命 放生符合六波罗命 点灯符合六波罗命 每一个动作都符合六波罗命 就像各位供养红包 供养师父 你要符合六波罗命 布施 那我自己呢 要持戒 那我呢 这个过程 我都要忍入 我要一心一意的 所以我要保持正念 我要了解 金钱是空的 但是化成一个菩提心 来供养平等的所有身重 我用我这样的供养 能够成佛 能够回向给六道 那你要把布施 圆满 圆满波罗命 那这样就有意义 那是说达摩祖师 虽然讲空 讲禅 一句话 但是他告诉我们 那你要达到 那要一步一步来啊 所以 那你要时时刻刻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做这个 会不会影响别人 你会影响别人不好的 对你就不好 你的每一个态度 就像各位小姐 不要一直穿得很漂亮 性感 这样对你不好 你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这样会引起人家的 分别心跟欲望 对你不好 所以各位你要保持正念 我是个三宝弟子 那我所做的一切 都要对别人有帮助 对自己有帮助 随时可以让自己有出力心 随时自己不会执着 很重要的 随时真实能够帮助众生 不要有所求的 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出很多钱 希望别人都认识我 如何如何 那这样以后 反而伤害你 所以修行一定要有 老师来帮助你 如果没有老师 那不知道你的缺点 你就不能进步 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所以佛教是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但是做老师不容易 达摩佐斯要找一个学生 要面壁九年 做学生要找老师也不容易 没有九年的忏悔 没有决心 那也得不到佛教的精髓 虽然讲经说法 神光大师 虽然国家皇帝 吃素的梁武帝 都没有抓到 禅的道理 空性的道理 波勒智慧 真正的菩提心 那就好可惜啊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那各位要放在心里 如果你问我说 怎么样达到空性 那我只能回答你 我没有达到空性 那是按照慈悲心 努力的 无所求的 努力的去帮助众生 保持正念 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每一个念头都知道 我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清楚 就像打坐你脚很酸 你要知道我现在在酸 那等一下就会过去了 你每一个念头 你都要很清楚 清楚以后 你就会超越它 但是你不要失去控制 失去念头 但是我们是修大乘佛教 念头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应该慈悲 追求菩提 普度众生 万法皆空 就像各位读心经啊 就是万法皆空 读菩门品啊 大慈大悲 读还原经啊 成就菩提心 那这些各位一定要去看 特别今天达木祖师的加持 一定有他的力量 然后我们修这些福报 这些福报也可以转为空性 它烧掉了没有了 等一下排位也烧掉了没有了 上供了 变成一种力量了 上供下施 本体也是空性 不执着了 但不执着不是不做事 虽然讲空 时时寂寂了 去深信因果 断了修缮 这个比较圆满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到 先里面 你有消灾 那希望各位每天都要回向 并不是今天才回向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去年有参加超度了 他一定超度了 超度是你的事 每天都要超度 你每天做的事情 念的经 回向给你妈妈 妈妈哪一天他就改变了 不是一年一次 所以你要超度你的爸爸 那你要每天 爸爸在你要孝顺 爸爸不在 你要天天也要孝顺 天天共犯 天天与爸爸的名字做功德 天天念心经 来回向爸爸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以后爸爸等于众生 妈妈等于众生 而不是说 我一年才超度爸爸一次 这个观念很重要 超度是放在你心里面 就像我有时候问人家 师父我有堕胎 好 几位 两位 叫什么名字 忘了 忘了你根本就没有念他 你忘了他 他怎么会超度 你要天天念着他 天天都像妈妈 在喂牛奶一样的 给他功德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他一定早就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还在 你还在爱他 各位这个爱很重要 千万不是 堕胎小孩超度了 你就把他丢掉了 直到他成佛 你还是爱他 你懂得爱你的爸爸 你懂得爱你的小孩 以同等的心 不舍弃众生 爱到最后对方成佛 那这才叫地藏法门 这个叫诵地藏经 诵地藏经不是光念经 而没有做 直到对方都成佛 我愿难尽 那保持这个永远的心态 这个叫自信 自信就是菩提心 永远不变的 一个正面的心态 所以佛陀永远活着 佛陀没有死 佛陀是肉体 生生灭灭 佛陀的 佛性的力量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了 阿弥陀佛的力量就百分之一百来加持 阿弥陀佛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永恒的存在 而且骗一切处 地狱的众生愿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会到地狱去超度他们 让他们去吉德世界 只是地狱的众生的痛苦业障 根本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想阿弥陀佛没有生跟灭 这个叫念一下常住十方佛 什么叫常住 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安住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还有生跟死 生是有分别 你成佛了就没有生死 没有分别 任何一个地方 你到月球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会加持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 因为成佛了 它是永恒的力量 不生不灭 所以各位你要追求永恒的力量 无量光无量寿 任何一尊佛 立度母连花生大事 连花生大事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 连花生大事没有来跟去的 你一念阿弥陀佛 连花生大事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骗一切处的 所以我们修行就要达到这个永恒的力量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那各位要去找这个 不要光找财产 找爱情 找儿女 这些随顺因缘 那至少你能够相信因果 该做了你去做 忏悔要忏悔 慢慢超越 慢慢能够圆满一切 希望我们今天在达默祖师的加持 要拿到达默祖师的心 这才是重要 跟达默祖师的心在一起 连花生大事有一尊叫 如我一般 很多人就是按照那个形象去做 连花生大事不要你去做他的形象 如我一般的心才重要 心才重要 Om mani be me home 观音菩萨什么形象都有 但是观音菩萨要跟你 你跟他一样的心 大悲心 帮助六道众生成佛 Om mani be me home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我们要的是哪一颗心 各位能够抓到 那你有这样的心 你天天都在大发挥 你的祖先不可能不超度 因为功德太大 你只要呼吸 你只要活着 你只要有念头 你就一直在超度众生 一直在超度祖先 我们希望修到你 分分秒秒都在超度众生 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没有一秒在停止普度众生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永恒的 所以我想那是我们在追求的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你不能有不好的心态 贪嗔痴 残忍 暴力 你不能用懒惰懈怠的心态 所以佛法是要调整我们的心的 调伏自心 把不好的心态去除掉 圆满正确的心态 不好的心态也不是真的 那是因为妄念 假的 因为真正的心态 永恒不变的 像海底 海底是空性的 外面的波浪 随着温度 气候在变 那我们的本质要找到 那为了达到本质 那各位要有福报 你要成佛 要布施直接忍入 那基本上要忏悔 早上讲了 惭愧心 报恩心 然后呢 一步一步一步 这个叫菩提道 那各位按照 怀音经 或中国版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去看 很多祖师大德 都写得非常好 像这一本里面 有佛子行三十七颂 然后呢 菩提道次第色颂 写了一点点 然后呢 每一位祖师大德 就告诉我们 走路这个的 方法 简单的说 念一下 找到自己 回归自信 本质具足 这是你本来就有的 好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你投胎的地狱 你的佛性还在 你升天做上帝 佛性还是在 只是你没有用佛性 空性 菩提心在做事 那就离开你自信 那所以简单的说 那各位就调整 今天我看到一个女人 很美 男人很帅 你又离开自信 又低歌 又好色了 你怎么又去想这个 因为你又离开了 那个不是你的想法 你的自信 你又爱你的孙子 爱得要死 你又离开自信了 是要带他成佛 牵着他成佛 不是牵着他的感情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抓住 既然有缘 做夫妻 做子女 你趁着这个姻缘 要度对方成佛 你要发菩提心 对待对方 那对待对方 不会跟对方计较爱 或不爱 不会执着 也不会放不下 而是要让他离苦 而不是说 解决他金钱的问题 解决他感情的问题 那个是暂时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 抓到精髓来服务 所以我浪费了 各位一点时间 希望各位抓到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上 多少钱 多少的进步 战争地震 我们都不怕 就怕人类失去慈悲心 失去佛性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人类如果失去了佛性 乃至不相信因果 你可以把科技发展到 一按扭整个地球都炸掉 很可怕的 你可以发展到快速到 不可思议 但是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禅就是叫你 回来吧 回归 念一下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不要每天在念 儿子老公 太太 金钱 成功 失败 如果你回归佛性了 正的空性了 世界就改变了 因为你了解真相 你就可以改变世界 你就可以超度父母 所以随着各位 有没有超度父母 你就知道 我们的心态 正不正确 所以透过外在 也可以了解自己 所以可能各位 要花多一点时间 我认为钱够了 我们大家都够用了 不要每天忙的赚钱 要每天忙的找到自信 最后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人 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盖了很多房子给儿女 大儿子结婚 二儿子结婚 三儿子结婚 然后佛陀知道他 过两天就要死了 就跑来找他 哎呀老人啊 你这辈子一辈子忙啊 来来来啦 也为你自己忙一忙嘛 来出家 解脱生死吧 老人说佛陀啊 等我第四个儿子结婚结婚 我现在把他房子盖好 他娶了媳妇 我就去找你 佛陀说现在现在了 那个老人说 未来未来 结果佛陀叹一口气就走了 等佛陀走隔天 他正在盖那个 搭下来当场压死 佛陀说没办法 我已经跟他讲了 佛陀不能说 喂你要死 我才跟你讲 佛陀已经有神通 他知道你 他还亲自来度你 叫你放下 赶快追求 该追求了 这个老人还在儿子啊 孙子啊 他就这样死了 这个死这个念头 可以让他堵落 还要靠佛去给他加持 所以我想各位 人生难得 我们能够年纪轻轻 像你如果还没结婚 你说 决定 不用结了 干嘛浪费呢 你结婚干嘛 因为大家都结婚啊 大家都抱着睡觉啊 我找回依赖啊 不然谁照顾我 因为你这么年轻 都听到佛法了 如果你没有思维 那你会觉得 佛法不错不错 但是结婚应该应该 那时候你就会后悔 你会后悔 你没时间修行 因为那个是 没必要的事情 而且你看到出家人啊 出家人的功德 有没有修行 另外一回事 他这里这个光头 穿这个衣服啊 他就让你看到解脱像 出离心 不执着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进一步出家人 能够表现慈悲 关心众生 那更让我们学习 所以希望各位赶快 找到这个真相 不然世间的成功是假的 自己的成功才是真的 征服生老病死 征服这个心态的爱恨别离 你能够征服他 这个才是最成功的人 战胜敌人的人 敌人在这边 敌人不在外面 敌人在这边 你的我质贪嗔 是你的敌人 所以你一定要忏悔业障 消除烦恼 进一步帮助众生 你消除烦恼了还不够 众生母亲都在轮回了 你不能舍弃妈妈 那我入阿罗汉了 我解脱了 然后妈妈你去轮回 我不管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尽力的 尽力的去让爸爸妈妈脱离痛苦 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 去度众生 要陪他 那为了要度众生 各位你要先正的空性 如果你没有正的空性 或是从极乐世界 正的无声法人再回来 你会退转 然后说跟妈妈结婚 你看多痛苦了 你要去度这个女人 还跟她结婚了 跟妈妈生小孩了 哪一天你有神通 你会哭死了 因为你不懂不了解真相 你就会做错事乱伦了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就要追求空性 发菩提心 然后末法时期不好修行之道 发愿往生净土世界 特别阿弥陀佛 花开见佛 正无声就找到自信了 不退菩萨为伴 你就学习大悲心 回向娑婆度众生 那度众生到圆满 你才可以成佛 成佛以后 你才真实度众生 你没有成佛呢 只是大家一起做错善事 还可以啦 没办法让对方开悟 唯有佛 可以让对方正的空性 我们现在跟他讲 说到有嘴没缘 这样说 种种善根可以啦 因为对方 我也没有空 你也没空 大家都啊 什么化饼充饥了 吃不到 所以你真实要帮助众生 正的空性 那你一定要正的空性 要找到自信 就是按照新经 那是 密宗教大圆满 大手印 中观 那这我们叫般若智慧 都可以 达木祖师叫禅 心法 那你可以用达木祖师的方法 很容易 各位经常祈求达木祖师 加持我心 我能够 达木祖师 就会进入你的脑意识 这些佛菩萨 是百分之一百的 释迦牟尼佛会跑到你内心加持你 阿弥陀佛会进入你的心加持你 那重点是你要打开你的心 你要正知正见 打开你的心 佛进入我的心 然后佛也来加持你 你自己也在努力 自利 他利 而且制造很多功德 法利 三利和合 就能够圆满 好 我们来回家 来 一心鼎礼 观音化身 航母祖师 慈悲加持 圆满法会功德 往生者得超度 献士者消灾免难 长寿无兵 现场人等 种下解脱因缘 一切无障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欺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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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缝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虽然渔幽浩用五月光明 用插库洗手做到本業手洗冬牆 虽然酒精冠洗手效果也有 要建議台下在無需的時間 將用酒精冠洗手 用插库洗手的效果 比酒精冠洗手合動多 提醒台下刺濾酸水 只做到用來打瘦環境 千萬不要用來洗手 弘揚佛法 利益眾生 靜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空中佛術院